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來介紹《魔靈召喚失落的世紀》 《魔靈召喚失落的世紀》 是由韓國遊戲商旗下競技對戰手機遊戲 是以魔靈召喚世界觀以及角色為基礎的 全新即時競技遊戲 透過隊伍編排以及技能搭配 和全球玩家進行一場八對八的多人對決 戰鬥採用的是即時戰鬥方式 玩家最多可以安排八位角色上場 在上場前也會有分前排與後排 進入戰場之後就會自動攻擊敵人 玩家可以依照我方的魔力值 來選擇角色人物的技能就可以來攻擊敵人了 每個角色的技能也都會不一樣 有些是冰凍持續傷害 有些是弱化防禦攻擊 甚至於有些技能還可以讓人物變換位置 什麼時候出牌攻擊 什麼時候進行反擊都會變得很重要的 讓整體的玩法變得很多元 當然在戰場上也會有屬性相剋 優勢方會增加強擊以及暴擊率 而劣勢方反之 在人物培養上面就比較簡單了 所有的人物角色都是可以利用召喚來得到的 也可以利用召喚到的碎片 將自己擁有的角色培養升級 後期還有更多的技能石或是符文系統 讓遊戲更加豐富 這遊戲預計會在這兩天就會上市了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 魔靈召喚死裸的世紀 我們現在戰鬥一下吧 他其實是魔靈召喚他們的最新作品 那要先說明一下 因為阿怪對魔靈召喚這部遊戲真的比較不熟 應該是一款算是競技對戰的遊戲 那在應該說世界各國都蠻火紅的 包含說目前11月應該是11月20初 他們還有一個全球的 全球的總決賽正在進行啊 算是一個蠻火熱的遊戲啦 但是可能阿怪比較不熟這一塊 必須先老實說明一下 他們那個全球的比賽叫做SWC 2020 對啊 應該是在近期內應該是會 會有冠亞軍出現這樣子 在我們講話的時候他已經打完了 他就算是一場這樣比較即時戰鬥 然後也加上一點點的技能的那種招式 我們直接到了主畫面了 那他們這玩法應該是跟他那個 原來的魔靈召喚可能比較不同啦 應該是可以強化了吧 因為通常這種對戰的遊戲都是這樣子 要培養人物 嘟嘟嘟嘟嘟 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教學 然後我們要雙人模式嗎 定期戰 喔我們直接找對手了耶 我們找了一個人叫小明 接下來就要跟小明對打了 小明 我以為他是等級40耶 現在你已經知道魔靈之間的屬性 還有屬性相克了 風克光 框克水 光暗相克 好大概是這樣子 屬性也有相克這個在蠻多遊戲都常見 我們用這個很像企鵝的人物 企鵝的人物好弱喔 但是他是更換位置 放狗咬你 主角 小明 看招小明 其實一開始都蠻平均的嘛 他們一開始給的人物算蠻平均的 我數掉一個人的嗎 沒有啦 屬性相剋 它是火 其實不能用火啦 火對火 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我還在誤拍名啊 擊敗敵軍失禮之後 收到了王國的領域龍章啊 應該叫領域勳章啊 我覺得應該就卡片什麼之類的 然後可能遊戲過程就很需要去抽卡這樣子 從開始啊 這是剛剛他那個敵人用的耶 地獄之火技能 喔 冰之盾 感覺很強耶 欸 這隻我們剛剛也有啊 放進你的隊伍當中 我們有前排跟後排 哇這麼多人 後排 後排怎麼是放那個火的 他是遠距離的喔 1 2 3 4 5 6 7 哇 這可以加8個人耶 我們應該可以直接過完了一個簡單教學 要打小明大明 小滑 接下來幹掉了小滑之後 小明之後我們要打小滑了 喔他是真的前排跟後排耶 這是最後戰略 前鋒使用技能的時候 諾迪使用這個人的技能 可以取消對方魔靈的技能 有點像打斷技能這樣子 哇 打斷技能真的耶 好特殊啊 哇 冰之盾 所以是前排可以用技能嗎 沒有 前排後排都可以用技能喔 又要換位子 哎呀 好像不應該用那個 那個很像企鵝的人物 放狗也不錯 對方也有狗耶 我們現在血量怎麼樣 前面的不夠力了 我們來補個血 打斷技能 欸 沒打斷嗎 剩一個人了 他是火焰用冰的冰他 我不要讓我的人死掉 所以我要用補血 嘿嘿嘿嘿 但是我們剩40秒了 我們要努力的攻擊他 打斷 yes 哎呦 打斷到耶 其實是運氣啦 運氣 排名了 青銅 紅 得到青銅戰士了嗎 不知道豐厚的獎勵啊 是有多豐厚 我們來看一下 喔 升級 灰卡你也給我拿出來 欸 為什麼這種絕望枷鎖 是技能嗎 指卡斯英雄就對了 前排攻擊敵人 給予自身相當的護盾 固定的 固定的 那我們要把人放哪 喔 召喚師技能啊 只能用一次啊 還蠻酷的 選擇你的頭像 為什麼要用一些老人啊 那選這個好了吧 我 沒有任何頭像覺得喜歡 好啦 我們現在有400咯 而且還有任務可以管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魔靈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的人 這也是我的魔靈嗎 蠻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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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去試召喚器了 商店 哼 想叫我買東西對不對 免費召喚啦 哇 直接讓我補師升滿耶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算了啦 我們去看任務解一下任務 就這麼一點點 太少了給多一點啦 就好多喔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轉個蛋了 好 900多了我們應該可以去轉個蛋了 我不管了我們先轉一下吧 在哪裡轉蛋 在商店嗎 召喚啦 我們整蛋最便宜的是什麼 好召喚一下啦 召喚一次好不好 剛湊滿錢我們就來召一下 直接開啦 直接開啦 哇 20隻欸 然後這是人物 但感覺是綠卡有點弱 弱化敵方效果3秒 弱化敵方效果3秒 欸 那個技能感覺有點爛耶 好了 我們剛剛花了700塊 我們再把我們隊伍組隊一下 欸 首先剛剛是不是這個可以先升級 我們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這個不知道搶不搶 好 然後這個他是不是可以裝備技能呢 這個 我們的主角 太多人可以升了啦 等一下 等一下 這隻可以升到5級欸 等一下等一下就依照能力值去排人吧 這隻 啊 看他沒有什麼一鍵升級有點可惜 不然他很慢欸 好 我們等一下就依照 等級吧 好 我們來編隊 然後依照等級 先不要管領地啦 我們先進去 4級3級3級 我把這換掉了 這個人超弱的感覺 換一個人物 這個也把他換掉 這個也把他換掉 這個是4級嗎 好吧 目前我覺得這個感覺OK啦 這個還可以加嗎 不行 定期戰啦 他有沒有劇情沒有 我們就直接定期戰吧 小明 小華 還有誰 小偉 小偉 感覺對方應該是蠻強的人物 小偉 遊戲感覺就 稍微的有點 乾欸 他打斷我 喔 加速 小偉 哇 弱花攻擊 不錯了 不錯了啦 他講你真棒 他講你真棒 I know 勒 可惡 撿我術 欸 其實很刺激欸 冰凍你啦 欸 我們可以用這個特殊技能了 加速 他打斷我欸 好強喔 我先補個血啦 我前面人快沒血 你的狀況不太好還是我 好強喔 我不想讓我任何一個人死掉 他補錯人了啦 有人要數掉了 他就出了 我應該幫你打斷 我不是說有什麼人死了嗎 他可以受到它 所以我去過了 你的狀況 我超過的 我還要開口 你給我